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心這一節課由我們 潘宥謙講師大的演講 請各位掌聲歡迎 謝謝 搞讚 有沒有那個台語聽不太懂的 還要需要那種翻譯有沒有 那中文可以啦 那我參差的講 參差的講 今天這堂課 解讀以解讀是因為我參與 這個台灣民政府之後 了解這個國際法理 才看得懂我們現在的新聞在做什麼 要不然我完全看不懂 這個我們現在新聞 這一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國際與國際之間的一些 巧妙的互動關係 我們根本 都是被壓制在這個 媒體環境的底下 底層下面的 的看法 所以我們都看不到 所以我說 解讀解讀就是因為 我們過去就是 七十年的 獨海的教育 所以我們的頭額不清楚 我們的認知價值都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看事情 也是扭曲的 所以我們必須 要先解開我們思想的讀 我們中國 中國文化已經 沉沉 獨化我們的頭額了 教育在我們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 都用中國人的思想 中國人的觀點 中國人的角度 去看事情 所以才會導致 我們現在很多事情 我們看不清楚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盲目的 一昧的去抵抗 反對 或者是支持 是這樣 來 先破題 台灣民政府是真的還假的 你看 你是朋友介紹來的 請舉手一下 我看看 好 放下 朋友 朋友在跟你說的時候 你覺得假的嗎 還是你第一個聽說 這真的 懷疑 像在詐騙集團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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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跟你講 朋友邀你來 因此他 得到什麼利益嗎 有嗎 沒有吧 台灣民政府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發生在台灣 的一個事情 或者是有新聞做出來 但是台灣人是 麻木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一昧的站在過去的思想 在台灣 在批判著台灣民政府 你們在搞什麼東西 你們是要當日本人 你們是什麼 日黃奴 什麼 一大堆的 那種 語言的攻擊 語論都出現了 所以等人在說 我們 你黃民 都像羞辱 那種 辱罵那種 語會出現 小日本鬼子 那種 那種語會出現 就表示我們的頭下 其實都是 中國國民黨 教育出來的那些 毒化的語言文化在裡面 就是這樣子 因為根本不了解這些事情 就開始一面的批判 反對 反擊 台灣民政府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甚至到今天為止 都還有人說 詐騙集團 那這個詐騙集團搞得很大 搞到國際去了 還去告美國 搞得非常大 來我接下去 介紹你就知道他搞多大 2009年 2009年的時候 4月7號 去告美國留了這個暗號 然後這個時候 判決出現 所有台灣的本土派 統派他不太敢 跟我們有什麼 那個 對話 統派沒什麼 跟我們有什麼 會對話 但是 特派特別對我們有意見 他說 在哪個就是歌詞 歌詞就是這個案件不合起來 所以 這個組織就不合起來 就是我們不合起來 在哪個 在中文裡面 你的網路 你把Google下去 任何的字典 打下去 它叫做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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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例呢 我們不在英文清淨裡面的人 根本不理解它叫什麼意思 我們甚至 不理解它在法律上的用語 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在語言裡面 我們不知道什麼意思 一樣 外國人要跟我們學台語的時候 黑蛇蛇 黑媽媽 黑噗噗 你知道嗎 這有什麼差別嗎 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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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老公老公 老公有什麼差別 外國人要跟我們的語言 也一樣 有這種所謂的 跨語言的障礙 我們學英文也是一樣 二十六個二月 到家裡 大家看有 但是到家裡就看不到 那同一句話 GOOD 好誰啊 好誰還是好人 賣一位 看你用在什麼地方 英文也是這種意思 在教這個律師 這是我們請的律師 他幾年的時候 來我們的特洪的大飯店 來我們桃園大飯店 我們有童訊用英文直接問他 Fan minutes Denai How to compare Denai And Reject Reject就是拒絕啦 退回啦 他說什麼不一樣 這個律師直接用英文跟我們說 Denai is not reject 人家就問了 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Denai 他說Denai means today is not your day 今天不是你的日 今天沒有剛好 今天很多客觀的因素 條件 環境都沒辦法對到 你這個案件來做一個 最終的一個什麼判斷的決議 是這樣 是這個律師親自說的 所以 人家律師就說這樣 你還在那裡 客客說 Denai 是脖回 所以民政府是假的 這種立場都已經不存在了 那如果那個2007的那時候是假的 也不會有他來演講 這是他去年來演講 他如果是假的 他不就來了一個詐騙集團演講嗎 我剛參加民政府的時候 我也先假設這是假的 理性去看這件事情 我假設這邊是假的 我假設這邊有一個 秘書長請一個超級英文高手 把這一篇打出來 然後印在那個 最終關係 最終地位 台灣最終地位的那本書的第三冊 好像是760幾頁的地方 他印出來騙我 好 那我就拿那本書 去查那個 他的一些關鍵字 真的給我在美國的網站找到 這是美國的一些官方網站找到 那表示 這件事情是真的喔 是真實的喔 而且是在運作 就是民政府這個組織是在運作的 不是說我們今天 拿這張出來 喔 表示說 要來騙錢 要來做什麼 這個東西 持續是真的 甚至在今年 3月 又去告了第二次 沒有一間 詐騙集團可以去告美國的啦 大家可以舉個例嗎 有嗎 有其他的詐騙集團可以去告美國嗎 所以你越說這個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越證明它存在的 的那個 事實是真實的 美國的這個辦公室 設辦公室 這是那個基金會申請的證明文件 這麼多的報章 雜誌在報導 誰看過一個詐騙集團 有那麼多的 雜誌報導 然後還報導美國去 華盛頓外交 雜誌啊 外交圈雜誌啊 所以 台灣民政府很大的事情是 我們台灣人 在平面媒體 在 我們的 第四台 電視台的媒體 是看不見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麻木了 我們對這些 資訊 資訊是麻木的 我們對這些新聞 是沒有感覺的 去世紀酒店 開這幾 酒會 要請媒體來參訪 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們活在一個 媒體極度封鎖的 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就是井底之蛙啊 我們 這個媒體極度封鎖的環境裡面 我們只看得懂中文 除非你的語言 英文能力比較好 日文能力比較好 外國語言比較好 你上國外的網站 看台灣的世界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去跟天皇 祝壽 為什麼要跟天皇 祝壽這個行程 是因為要跟天皇 表明說我們這一個 本土台灣人 我們的心智啊 這個我們跟天皇 是有關係的 關係等一下再講 魏林姬 我沒有來之前我也不知道 大家過期的歷書 有跟你講說 我們有台灣人的祖先 那個 日子洗在台前四季 把他放進 那個靖國神社裡面 在參拜 有嗎 沒有嗎 我是來這裡 比較知道說 原來靖國神社 有我們的先人的牌位在裡面 三萬九千多名 先人的牌位在裡面 換言之 70年來我們都不知道 這件事情的 後代的我們 算不算是一種不孝啊 算不算是一種不忠不孝的狀態 我們根本不曉得 靖國神社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媒體說 反對二戰什麼 二戰罪犯啊 什麼等等那些 我們就跟著媒體走啦 事實上這群人 是我們的祖先 是我們阿公阿嬤那一輩的 他為了我們這塊土地 為了這塊這個國家 我們過去我們曾經擁有這個 這個一體性的國家 流血失去生命 為了這個失去生命 流血失去生命的這些人 我們放在靖國神社裡面 紀念他們 追悼他們 感謝他們 靖國神社的用意是這樣子 那我們幹嘛去靖國神社衛林 要怎麼不去忠烈池 忠烈池是中國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這群人 他們同樣也做著這件事情 他們戰時的一些軍人 把他供奉在忠烈池裡面 為了紀念他們的 風光偉業 或者是他們的血汗 所以放在忠烈池 忠烈池跟靖國神社的概念 是一樣的 只是 那一邊的不是我們的祖先阿 這一邊裡面才是我們的祖先阿 所以掃蟲你不會掃到隔壁的他吧 有沒有 親民姐說 隔壁的泰克泰克 我怎麼掃掃 不可能啦 去靖國神社的用意是這樣阿 全世界反 那個 反對日本 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只有兩個國家 一個是南韓 一個是中國 但是還有很多歷史緣故啦 這我們今天不會講到這個 電子媒體也有報導 電子媒體都有報導 然後這是我們各州的一些那個 那時候當時一個司法官員 他來我們各州演講 不過這麼大 美國司法官員這在找到阿 上網都找得到 好 但是他來的時候就一堆人在那邊 當然是為了破壞民政府也好 或者是為了 為了見縫插針也好 就說阿這個是 怎麼退休的阿 或者已經退任的阿 他就是這樣講阿 但是你要想阿 一個美國司法官員 那麼高的位置 即使他退任下來 他怎麼可以親差去黑白演講 怎麼可以 他怎麼不會受到美國法律的那個限制 所以他也招來我們一個詐騙集團演講喔 你怎麼想到 你會覺得越誇張越可 越可信說 民政府是 是一些真實的 事實上民政府是我們邀請大家 一起參與 願意為台灣一起努力奮鬥的一群人 我們現在要幫助台灣 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然後因為戰爭法的緣故 我們設立了這一個 台灣民政府 那台灣民政府的對立面就是 美國軍政府 是這樣子 他在那個台北國際會議廳演講的 他所演講的英文的 英文的所有的內容 就跟我們台灣 新台灣論的那個 的內容是一樣的 我們總不可能 我們總不可能 把新台灣論翻成英文 然後叫他背一背 然後出來演講吧 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 我們去告之前 他們發了一些新聞稿 這在網路上都會留紀錄的 這是我們告的那個 訴狀的那個封面 3月12號的時候 我們這一票人去了 我們是控告ROC違反國際法 違反國際法 這是夫人在這個 記者會上面 他的演講 這是同樣一個 那個啊 同樣一個律師啊 他剛才那個律師啊 他剛才那個律師啊 這是去日本 去日本辦集會 我們先來講日暑 為什麼我們去參拜 不是參拜 去把天空揪手 因為日暑的關係 法理身份的根源 我們大概看一下 台灣剛好經過這三個大時期 明治大政昭和 台灣剛好經過這三個 台灣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經過這三個時期 我們不能做現代化 那晚上從衛星的角度 看到台灣 可能全部都是黑的 沒有辦法整個亞洲 你如果說衛星看 晚上 亞洲是 都發光的 台灣都發光的 因為我們現代化有夠 所以有用電 有用電的都市 就會發光 因為有電費 我們有經過這三個時期 我們脫胎換股 變成現代的國家 現代化的國家 但是呢 這70年來以後 我們落後了 退回開發中的國家 退回開發中的國家 我們先來看條約的型態 條約的型態 古時候 不要說古時候 這個大概一百多年前 大清皇帝 大二皇帝 條約的型態 就是兩個國家的法人 兩個國家的法人 對簽的 就是說我這個國家和你的國家 過去的國家 都是皇帝 國王的時代 我這個國家和你的國家小前 之後我們要簽和平條約 簽和平條約 就是兩個國家的法人 他就授權他的钦差大臣去 去處理這個條約 因為皇帝不可能 走下他高高的榮耀寶座 下來幫你簽和平條約 一定是授權的 這也是 大清大英皇帝 大英國大君主 下官條約就是我們說的 馬官條約 這也是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這就是法人頭銜 就是說 國家對簽是用國王對國王 皇帝對皇帝 他不會落名 他不會說 大清帝國大皇帝 康熙 因為你康熙 如果撞去就沒辦法贏 但是這個法人 這國家的頭 就是那個 那個女皇 國王國王皇帝 這個位置只要 這個制度只要在 這個國家就存在 這個就是 君主制的國家 那君主制的國家 還有分君主制憲 因為法制後的國家 就是君主制憲的國家 他們用憲法 來成為國家的基本法 來管理國家 所以君主呢 會用那個 過期就是我們說 聖職啦 或是說 趙書啦 讓 下趙書 下聖職 讓 那個 國會 所制定的憲法 生效 這種就是君主制憲的國家 我們注意看 為什麼要簽合約 就是 為了讓兩國跟成民 重修平和 共享幸福 杜絕將來的分 分 分雲之端 所以 條約裡面 在簽的東西 如果掛出去就是掛出去 以後都不能掛 因為這是簽好的 這就是簽好的 下官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們都要看 北九州 這邊廣島 下官都要在這個小地方 他以前叫這個刺監官 然後訓讀叫刺馬官 他簡稱馬官 所以他才有那個馬官的那個說法 馬官條約 1895年 剛好在明治期間 那明治 明治天皇在 做明治維新的時候 把整個日本從 古時候 部落式的國家 把它變革 把它改革 把它改革 一個現代的國家 所以過去 武士要配刀 但是 明治維新那個時代是恰盡刀令 所以就不能拿刀 但是 警察 可以拿刀 警察 也有 警察的 軍有軍刀就對了 就 廢除這種 武士的這種制度這樣子 所以剛才有說 簽好的 掛給人 背人 這樣 可以自己拿回來 你簽好 在那要拿回來 再戰爭 再打贏 就可以 不然你掛給人 怎麼可以 不行 你知道嗎 我請問釣魚台什麼人 什麼人 有人說日本 有人說日本天皇 其實我們現在對日本的看法 要有比較多元的看法 我們現在看的日本就是一個國家 那我們知道它有天皇 但是 日本這個國家 跟英國這個國家 很類似喔 很類似喔 因為都還保留 保留君主 有君主這個制度 我們來看 中華民國八年 東 中華民國八年 大概191 19年 1919年的時候 有人剛在海難 叫日本帝國八重山郡的 十環村的 熱心救護 到了 八年嘛 這邊是九年 他寫來一個感謝狀 所以 這個 尖閣群島就是 釣魚台啦 尖閣群島屬於誰的 日本帝國的 從這個 中華民國八年 到他們今天的 中華民國 104年 請問我這個期間 兩國有發生戰爭嗎 然後有還 然後有發生什麼衝突 然後簽了條約 又把這些東西割回去嗎 沒有 沒有啊 所以今天媒體上面在說的 那都 那都被的啦 可能 李政輝 他 老前生他在說的 比較 正確 其他的 可能都 因為他就是 那個是台人 他就是日本帝國的人 他有日本名 真的 一個觀念是 天宏 才是真正所有土地財產的擁有者 真正的所有權都是在他手上 這是一個 基本的 君主制的國家的概念 雖然你說他現在是虛位元首啊 但是 就是 就事實面來說 我請問大家 你們買房子買車你們怎麼要六歲金 不會吧 六個什麼人 政府嘛 對啊 現在這種奇怪的政府 最高首長叫做總統嘛 啊 天宏 敢要六歲金 天宏要六歲金 他要六個什麼人 你如果說人沒有政府喔 這樣標示政府比他更高對不對 如果政府比他更高 他敢是天宏 所以天宏 要六歲金嘛 秘書長有時候還可以說到 天宏國王沒有護照 天宏 他六教書給憲法 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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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幾張 外交部 或是說外交姓 頂頂 發護照給他的國民人民 啊這個 外交部或是說外交姓 又發一個護照給天宏 這樣什麼人比較大 外包又沒比較大 所以天宏 沒有護照 天宏沒洗 這個是 這個是這種 皇制的一種特殊的一種現象 齁 所有的土地財產都是天宏的啦 我們所有擁有的東西 怎麼可以辨賣 那些都是什麼 暫時的那個 持有權啊 它不是所有權啊 這過去 綠色的部分都是 大日本帝國的勢力範圍 深綠色的就是他的領土 其他的就是屬於殖民地這樣 所以釣魚台要這樣理解 釣魚台以前屬於 宜蘭天宏罐 宜蘭天宏罐 台北州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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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毒父罐 台灣中毒父罐 比較屬於 田宏 這樣就理解 你如果直接跳 跳一台天空的 你把外面的人說聽不懂 跳一台日本的 日本的什麼人 那日本的你是不是那個領土 就可以除以日本種人口數 然後每個人分了幾平方公分的所有 不是這樣子 我們再來看 昭和跟大正期間 這兩個期間 大正跟昭和期間 剛好遇到一次大戰跟二次大戰 張秘書長有問說 我們有參加戰爭這個問題 有喔 有喔 有人抓不到 還是你們覺得 還沒來戰爭 你們覺得 這戰爭是不是在我們作坊 那是想跟我們無關 其實這兩個時間都要好 我們台灣是所謂的日治時期喔 日治時期喔 日治時期喔 那你注意看喔 這兩個時間 我們台灣如果沒有 好的經濟 沒有好的這個國民素養 我們有可能參加戰爭 沒有好的紀律 有可能參加戰爭 我如果吃不飽 我才會去跟人家燒爬 這兩個大時期 是我們台灣 經濟狀況 非常巔峰的時期喔 我們聽說阿公阿嬤 還是我們是大人 在說 小人喔 沒東西吃啦 那都不是這個日本時代喔 不是這個日本時代喔 我們來看 祖國的證明文件 我們注意看 過去 台青帝國比較文明 還是台日本帝國比較文明 哪一個國家比較文明 日本帝國 有同意嗎 我們來看啦 用護照來看就知道了 這個是大清帝國 他發給他們的 臣民的護照 他們過來台灣的時候 你注意看 他們是來日本國台灣安平 這邊有寫 日本國台灣安平 護照 以前的護照還有照片 你還沒看到照片嗎 沒有看到照片 請問他過海關的時候 那些移民官 他怎麼看他 怎麼讓他通過 你看這邊 這邊有住民 他就會看著這個東西問他 看他會不會回答得出來 問你的住址 看他的臉色 眼色有沒有 光明 然後看他的那個身材 但是這個身材 講中 我不知道中是 幾公斤都很中 面色白 這白到底是 受驚嚇 嚇到 變白 還是他 臉色 血液循環 就比較 血氣不好 變白 啊 直嫌 還有這個什麼 是異象 這個就是當初 大清他們的護照 在辨識的一些基本資料 來看中華民國的護照 前往日本 台灣 台北洲 七星郡 北頭莊 七十五番地 這些都是在在的證明 我們就是日本的一部分 這些文件都證明 中華民國這個時候 你有看到照片嗎 沒有吧 那我們看 這裡 台北廳 大家納寶 大中堂 大家納寶 大中堂 大家納寶 這有照片嗎 所以 你要知道說 這個 國家的國力跟文明的水準 跟他的那個 資源 的分配使用 其實 你看得出來 他看這張照片 就不用去看什麼 你的顏色更明 或是 或是白來講 對不對 不用去看你的身材 你看臉就知道了 我們再來看 跟我們有關的就是在這裡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期 就是結束的時候 1945年8月15號 他這個時候 天皇投降 在同一年的4月1號的時候 天皇下了一個招書 下了這個招書 因為這個招書 所以我們要去跟天皇 祝壽啦 因為這個招書救了台灣 但是多數的台灣人 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 這個 天皇招書 這個東西 應該不是招書 應該叫釣書吧 這個東西 跟我們台灣有關 對 就因為這個時間點 在4月1號 有人說 8月的投降就沒有了 這樣會沒有了 天皇下招書會沒有了 有什麼事情 因為他下了一道另外招書 完全相反的 這樣會沒有了 另外一個沒有了 就是說 天皇制只要取消了 他就沒有了 天皇的這個制度 黃帝的制度 只要取消它就沒有了 這個招書 給我們跟天皇有關 來我們來看 他准台灣住民參政 藉著憲法實施喔 下招書之後就沒事了 藉著憲法實施啊 叫下嘛 特命朝鮮及台灣的住民 為帝國議會議員等等 等於這個時間點之後 我們的身份已經改變 我們從殖民地的居民 改變成這個帝國的成名 換言之我們呢 我們來看美國的例子 拿美國綠卡的能不能選舉 可以 美國綠卡沒辦法投票啦 但是 郵元也要納稅金啦 但是你 去美國之後 你就去割那個公民 它會 割過之後 你還要宣示 還會分一個公民的證書 在那個時間點開始 你的身份 變成美國公民 你就能讓人選舉 還是選別人 那個時候 有這個 主婦啦 這張就來 我們就有那個主婦了 但是要怎麼實施 這就是憲法啦 這就是帝國憲法啦 所以 4月1號是我們的行線紀念日 是這跟台灣 本土台灣人的行線紀念日 但是 這個大陸數 我們都沒有人 沒有人給我們加 因為 我們現在的狀態就是這個 劉鳳政府給我們 抵立 給我們 殖民的這個狀態啊 70年來我們都是這種屬性啊 所以 一個日誌 日劇 就要做到要死了 在他們的角度看的叫做日劇啦 說台灣是 給他 投票去的啦 但是台灣就是這個 下官條約 掛了 掛到現在 也沒有發生戰爭 也沒有再掛回去 他比較說就是那個開羅宣言 宣言就是宣告 就是一種文告 一種參考文件 最終定 把一個國家一個土地做定位的就是 那個 條約啦 宣言還是 agreedment 那個都是協議 那個東西都不能做為 戰爭 戰爭之後的一個 確定的關係啦 一定是簽條約 條約 treaty 那個東西 比較是 決定我們的地位 這是證明那個時代 證明那個時代 這五個國家 叫來 簽一個 這個treaty 說我們的 那個武力發展 不能超過幾頓 不能超過幾頓 這有簽一個國際的 這個 這個 條約 叫一個 華盛頓 軍備限制會議 這兩個不一樣喔 這兩個不一樣 在這個 這個 文件裡面 他就證明說 這個福爾摩沙跟 Pescatus 這個福爾摩沙跟澎湖 是屬於日本的啦 所以不是你 既得教書 行線 就可以了 甚至有 這個 其他 各國的證明 證明 日本 將這個殖民地 透過合法的手續 把它轉變成 它的國土 透過合法的手續 這個也是依照 萬國公法 國際法 要給予人民 這個土地 要有人民 你自己屬於你自己的國民 你自己的人民 所以那個時候有所謂的 黃民化運動 就把殖民地的人 開放一些政策 讓你 自願的 主動的 成為 他的 這個 國家文化的人 所以你就要 禮儀 穿著 像他們 學習 所以我們那時候 有一些部分的人 所謂的 黃民化 完成 但是在德索蘭 也不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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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阿公 94歲 也不改成 但是 因為4月1號的 那張招數之後 他的身份 法理的身份改變了 所以這裡有一個英文 incorporated territory 這裡 這個印給他拿著 就是corporated 法人的組織的 印就是合併 incorporated territory 就是 合併 成為土地 合併成為國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是這個意思 這個叫做 乙合併的領土 1945年4月1號的招數 那個時間開始 台灣就是 整個日本的 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們再來看這個東西 有去新鄉新聞講有沒有 好 來去唱一下我看看你們多少人 請請 好 你請請的時候 請到這頂的時候 你才知道原來你們是大人的身世吧 否則 過去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種東西 我們請的都是那個 電腦列印的 對不對 你請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這 裡面有很多 過去我們家族的一個紀錄 福 什麼叫做福 福建 我們都覺得 我們都在兩頓是福建 小時候我在寫那個 寫那個 寫那個祖籍 我想說怎麼會祖籍 結果呢 我不會寫 我倆問隔壁的同學 你寫什麼 你寫福 福是什麼 福建 想要你寫福建 他說我說台義 所以福建 我也說台義 我也寫福建 我是超來的 我祖籍 我是超來的 超隔壁的 其實祖籍這種東西概念很模糊 請問 請問 你的爸爸 是日本人 你的媽媽是德國人 結婚生下你 在美國生下你喔 那你的祖籍是誰 美國 祖籍是講關係的 不講法律的喔 爸爸日本人嘛 媽媽德國人嘛 在美國生下你嘛 那你的祖籍是誰 有人說德國喔 有人說日本喔 祖你就要看哪一邊的祖喔 雜佛祖 就是日本 雜佛祖 欸 啊不就雜佛祖 這邊也有雜佛祖呢 對不對 你如果說祖籍你的火氣了啦 你如果要說祖籍你的火氣了 你說祖籍的火氣了 你祖籍的火氣了 因為祖籍有可能 很多來源啊 這是來源 來源的 混亂 你沒辦法去做這些事情了 第二個 你要算幾代 第一代族嗎 開支族 還是18代以上的族 你要算到第幾代啊 所以祖籍這種東西是很模糊的啦 很模糊的 我們來看 這裡還有天花 那時候 台灣受到日本的地理 它為了我們所有的人民 這詳細的紀錄喔 所以你的健康也記在這裡 我們現在健保卡就可以了 健保卡插下去就知道 你哪裡有就醫紀錄了 可是這個東西它就有紀錄 還這邊有個手 剛剛有福嘛 其實福也不是福建啊 日本對我們的台灣 本土台灣人的 一個所謂的人類學的調查 普查喔 有很深的研究 台灣其實早期就是 全部都是原住民 那經過大清了兩百多年的殖民 跟那個教育之後 平埔族 就是在平地的原住民 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 他已經忘了族語了 但是他學會了 所謂的福建話 或者是荷樂維的這些人 就把它歸類成語群 講這種話的族群啊 不是血緣喔 講這種話的族群 叫做福啊 那講客家話的 就把它稱讚稱為廣 但是你還會 你不只會這個 不只會客家話 你還會你自己的族語的 譬如說西拉雅語 馬卡道語 新鐵枯這裡 道卡斯語 你如果還會這樣 就稱為熟啦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你網路上找到 所謂日治時期的戶籍屯本 它有每一個名稱 專有名詞的定義 你就可以找得到 你看這裡有簽呢 簽的大簽來的 大簽過來的 他來這裡留給這個 這簽 叫漢族 大家知道大清帝國不是漢族吧 他是滿族喔 所以旗袍 不是中國漢人的 是旗人的 大清帝國 他們滿族有 好像是分了三個族系 旗袍 不是中國的東西 但是我們想到 七十年的教育就是 跟 所有五千年的 在這個 這個 大亞洲 這塊大陸 發生的歷史 全部結合起來 他們說 啊這個都是我們中國的歷史 中國人的死官是這樣子 可是美國人會把 羅馬帝國說是他們的祖先嗎 因為美國是從英國來的嘛 啊英國在整個那個 那個 整個歐洲 這樣子 一大塊 他們會把這個所有的 希臘啦 羅馬啦等等 這些 文化全部都接在一起說 他們有 五千年歷史嗎 人家不會這樣說呢 但是中國人就跟我們這樣說 但是中國人跟我們這樣說 五千年是我們的歷史 但是這五千年其實根本就否認掉了 我等一下給大家報告 我們來看 有親 有漢 有熟 有福 有廣 只要你的祖先 是有這個東西 在1945年9月2號以前 你們的祖先 我們的祖先 都有這個 原來的日本國籍 以及 我們的祖先 有這些國籍的後代 的我們 在法律上定義為 法理的台灣人 所以我們今天說清新婚前 你是台灣人 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是因為 有這個關係 有這種東西的關係 所以他給四五年 這個時間點 他後來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他沒有日治時期的 還有我們 對 有這個問題 我的親人 有人是 我們過去在說的 外生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他跟我的親人 結婚之後 生下來的 他們要算什麼人 現在 我們要翻頭回來 問一個問題 如果照理說 沒有 無論你的祖先從哪裡來 你來到這個土地 你的後一代在這裡出事了 對不對 這樣有多生第二代 沒有第二代 不會有多生第二代這件事 但是我的同學 現在已經第三代 說我是外神人第三代 那我要請問 你這個頭上是在哪裡 你在哪裡 你就出事了 出事在這裡 外國三四十歲 你也覺得你是外生人 你又是那種中國的孫頌 你對這個土地你才會親 是不是 再來我們再來說 不能說外生 因為當我們說外生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問題 我是台灣生 你是三黨生 我是台灣生 你是黨黨生 所以你一生 我一生 我們有同一個國家叫做什麼 中國啊 所以你的武器 在衰弱的時候 你就會 提出到你的衰弱 落入了這個 一個大中國的 範圍裡面 所以 這個東西 其實是 已經 毒化在我們頭腦裡面很深的 這個是 我們已經不知覺 就已經變這樣子 如同 人們問說你幾歲 現在都不會這樣問 你幾年級對不對 你說五年級 六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那是標的是什麼 民國三十幾年 四十幾年 五十幾年 對不對 因為我們用中華民國 民國當作那個 紀錄年代的那個 的那個 名稱 幾年家的也是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家祖國建設 看一家 我們過去 阿公阿嬤的時代 我們四大人 我們的道上 腳上 這個時代 會建設 我剛才有說 我們的金黃 黃金歲月 就是大正跟昭和期間 你看大家 大正四年 解禪族會 解禪族會 紀念 就是 那時候 日本來 把這個 白腳 漏蝕 因為白腳對女生的 那個行動力 是不方便的 不知道大家有看過嗎 我的阿祖 我的阿祖是 是有白腳的 白腳呢 他要出門 很快走路 甚至如果說 年一歲大了 變大股 很辛苦 這個時候 他把這個觀念 帶進去 幫助女性 提升女性的 那個在社會的地位 因為你 你如果沒有白腳 你行動力方便嘛 那女性 就可以加入到社會的 生產 生產力的 這一個 這個層面 阿 這個是一個 幫助 我們改變 這個 壞的習俗 的一個 組織就對了 那個時候 你看我們的 那個時候 北投車站 北投車站是用 這種是歐式建築 歐式的 這個 希臘羅馬式的 那一類的建築 神社 過去我們有很多 神社 但是都聽到的 忠烈祠也是神社 讓它改過 改過忠烈祠 過去 藝圈前 會採同像 那的英雄都採什麼人 不是姓蔣 就是姓孫了嗎 就這兩個而已嘛 以前每一根的同像 都有那個地標性的意義在 而且那一個人是對這個台灣有功的 有功勞的 所以才會立同像紀念他 台灣博覽會 台灣博覽會 我們可以想像嗎 我們阿公阿嬤阿祖的時代 他們那個時候就有世界博覽會了 我們從出生到現在 台灣辦過什麼博覽會嗎 你看這些海報設計 跟當時的建築設計 拿到現代來看 一樣是非常前衛的 始政40年 1895加40 就大概那個時間 新竹車站 巴洛克斯建築 當年台灣 用了很多的資源在建設 把日本 留美 留歐洲的那些 建築師 召集回來 設計 我哪裡要蓋什麼 哪裡要蓋什麼 然後淨圖 比賽 把那個最漂亮的 把它蓋在台灣 這是現在 這種只要你看到拱形的 這個東西 大概就是巴洛克斯的建築物 你看過去我們有印籍 我們的鈔票阿 貴皮 我們有樂透 你們想耶 我們的阿祖的時代 阿公阿嬤的時代 他們就在玩樂透 我們想說樂透是很現代的東西 大樂透 沒有耶 那個時候 我們整個文明水準是跟得上歐美的 跟得上歐美的喔 我們的經濟規模 到達某種程度 你才有這種東西可以玩 咧 國平 我們想說國平 欸 現在很現代的 經濟起飛到國平 人家以前就有國平了啦 阿公阿嬤的時代就有國平了 阿祖的時代就有國平了 阿祖的時代就有國平了 所以這個都不是新鮮事啊 這是這段歐斯我們基本上去用西條去 阿把在中國 扭曲 還是很奇怪的歐斯 把我們灌在我們的頭上 讓我們變成中國人 讓我們變成中國人 當然我在這裡我不是說 逢中必返阿 中國也有很好的東西阿 美國也有很好的東西阿 德國也有很好的東西 全世界各國都有很好的東西 文化 人民等等阿 你要哈日哈韓哈中哈美 都沒有關係啦 但是欠缺了一點阿 台灣人就是哈很多東西 但是心都不在台灣 有些人移民到美國了 可是看牙齒還是回來用健保資源阿 對不對 有些人非常喜歡中國阿 他幾乎都到中國住了阿 可是他的18%還是台灣人在供應他的 這是很嚴重掏空台灣的問題阿 為什麼這票人都沒有辦法把心根植在台灣呢 來 我們換回一下祖國的情感 我們的祖國是哪一國 那如果說中國的情感受到教育的影響阿 那如果說中國我們也受到這個教育的影響阿 那個教育影響也是70年來的 因為如果說祖國的話 我阿公的祖國絕對不是中國阿 那我阿公的祖國不是中國的話 那我爸爸的祖國也不會是中國吧 對不對 那我爸爸的祖國不是中國 那我的祖國怎麼會變中國 教育的影響阿 把我們的認知改變了 1988年有一齣動畫電影 叫做龍貓 有看過牙齒我看嗎 好 來 龍貓 這個人穿什麼衣服阿 他穿什麼衣服 日本和服 日本和服 對不對 阿 你們有穿過日本和服嗎 有沒有 有這個經驗的請舉手 好 有人有穿過 你有穿過 去日本的時候穿的嗎 非常好命 這個是我小時候穿的 這個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小時候就穿這個了 大家有穿過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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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換回記憶了吧 這個就幫助大家換回記憶阿 因為最近我們小時候看這個 這齣龍貓 我們小時候 對兩歲看到前 已經穿過五十次了 這齣電影 我主委看說 原來裡面有很多 我過去 沒注意到的東西 原來 我回去邊這個衣服 我小時候有穿過這個 為什麼我會穿這個 因為我的阿公阿嬤他們就是受日本教育 他會說日本話 他是日本的文化的熏陶 所以他說 他要跟得上這些文化 不然我坦白說 台灣人 你能拿出什麼東西證明你台灣人的 標準服裝 你的style有沒有 有 沒有 沒有耶 台灣人沒有傳統服裝 有人說 客家藍珊 客家藍珊其實就是旗袍 就是那種 大清的那種旗袍的那種 變另外一種型態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傳統的東西 傳統早在大清的兩百多年治理之後 早就清洗掉了 剩下高砂族的他們還有所謂的傳統服裝跟語言 不然拼捕族早就清掉了 有看過這塊 這塊有沒有 有齁 這個卡通裡面的呢 就是這種東西嗎 有看過這塊嗎 有 有 有日過嗎 有 使用過嗎 小時候 如果有人 小時候在那裡生水 這個東西齁 這塊 這塊是那個 客家大院 廟了那些客家大院 在山頂喔 山頂那裡又提供水喔 表示那個水脈都還很高喔 齁 齁 是這上 這是一個座 啊 因為座如果漏空的齁 對 垃圾的東西下去嘛 啊 因為日本 現代化 這是空氣壓力的原理啊 現代化 所以把這個東西 弄起來 插一支 這個 弄下去 可以用空氣壓力原理把它挑出來 這就是現代化的一個東西啊 在那個時代喔 不然你就是要把一個湯 拔一個燙子有沒有 放下去 拔一拔一拔 要看要拔多久 還有一拔 有看過這拔嗎 這是卡通耶 不過我們現實朋友 有人看過這拔嗎 有沒有 以前在放菜 菜肚子還是放碗 有看過這拔嗎 湯叔齁 湯叔你看看這拳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 說用擋著 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 現在 湯叔都塑膠的 誰就贏了 以前這是什麼茶茶的 有人說上午 有人說虛樂器 都有啦 但是那些都很用的 以前 我們阿嬤有一個價值 就是這種 現在還都不安 棉花咧 棉花不知道是好 還是不好 因為那個老闆 如果做好 賣出去 他就沒生理了 因為都不壞了 你有掛過幫我打嗎 有掛過 有掛過 掛過看嗎 喔 掛過應該是掛過三十萬 才有辦法掛過 我們小孩就是 我們就是困這個嘛 通坡嘛對不對 我要大家去想喔 我們困通坡的時候 那時候是不是 大家要睡覺的時候 就先掛網打 掛了就出牌 在睡覺 對不對 這時候有說 你的頭對門 衝到 你的腳對什麼 湯仔 刷到 你當攤牌的 你衝到拼 衝到什麼火 撞到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沒有咧 現在我們有開始有名稱 對著門 閃到什麼火 就要去太怕 我們要好好 好啊 思考這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來的 過去是怎麼沒有 就很好 大家換得很自由 現在開始有 你走到要死 不是要拜拜 求保備 我們想說這個文化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經濟嗎 還是賣信 還是什麼東西 像日本來 這一個很好的東西 改革都沒有了 變壞的東西 還是說 變比較奇怪的東西 我們去好好好 思考這個東西 我們過去睡這個 過去 這不是只有茶而已 還會出一個 膠膠的什麼 榻榻米 過去榻榻米 有人專門在做榻榻米的 行驗 對不對 對不對 過去我們 我們的傳統學院 就是 有人用柳榻米的 柳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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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們傳統學院 因為 柳榻米是我們這裡散的 就這樣睡了 有沒有 孩子不是開胃 所以就 用那個拔起來 用那個胃 還是用三口 有一個今天拔起來 孩子如果穿和服 就不用怕開胃了 這有看過嗎 這很典型的 農業社會 你現在在看卡通 但是我們有經驗 有沒有 報章 哪有經驗 有看我這種車沒有 有 有 整家庭的東西 就載這樣 就一台車高位就搬家了 我們現在 可能 三棟搬的要三車 一台搬家搬家搬家了 一台搬家搬家了 一台搬家搬家了 一台搬家了 這就是現在的 齁 有看過這個人嗎 有嗎 有嗎 有抓手 我看看 都看過 都看過 好 這個人什麼 用度 有什麼意義 穿票戴家 其實抽票跟票 剛才的站其實比較不用怕 這主要是抽票 因為小站都牌子而已 一台車站的牌子而已 因為他沒有那個售票亭 沒有人要買票 所以你在台中車就是 要從台中開始搶 你到台中一站下車 他有一張票有沒有 就要在車匠的椅子旁邊 在他旁邊 你就記錄 他哪裡到哪裡 那幾個錢收 加一張票給你 聽一張票給你 過去小孩如果磅起來 整張頭都出來找 比如說有一個人叫阿傑 在座哪有人叫阿傑 不小心冒犯 舉例說明 在那裡有一個阿傑 在那裡做壞事 是不是家庭都會罰 阿傑你在做什麼 那個小孩子就會被約束住 那我覺得所謂的 共同養成的那種 教育氛圍 那現在沒有這樣 今天在 露林做壞事 就是說在那裡 要做什麼 但是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把他拿出來 我們這種文化不見了 我看到這台車有沒有 什麼車 不是說公民車 因為公民車 就是中國首相 因為我們遇到中國 三國的影響太大了 很多東西都用 三國時代 鬥爭文化的思維 在首相事情 這台車 你如果說他的光靈 他要怎麼使用呢 他用腳大 所以叫腳大車 有人說 自鑽車 還是自鑽車 這個裡面 你看 以前有電費 有電費 表示一個文明 因為這裡有一個發電機 有一個發電機 這種又叫無車 什麼叫無車 載檔 無車就沒辦法載檔 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這機 有這機 車的比較用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 兩個三角形 他這是有力學原理的 過去我們是不是這樣學車的 是不是 你這樣騎腳的車的 有沒有 握手一下我看看 你是這樣學車的 好 過去我們沒有小孩 插頭二喔 沒有那個輔助輪喔 我們如果腳大 就是這個 就嚇過了 對不對 我們都是這樣學車的 卡通耶 我們剛才都在看卡通耶 為什麼 這是日本人以為的卡通耶 為什麼我們有共同的記憶啊 因為我們根本就是同一國的嘛 這是這七十年來 那種切回去的 是這樣 我們根本就是同一國的國民 我們這七十年來 九月都切回去 因為這個 非法的中國 流氓健康來到這裡 因為日出生態前 我們建牌 他來到這裡 像麥克阿瑟第一號命令 是我們這裡的 立軍 的導航 電禮 一直到今天 這個 中華民國這個流氓政府 他還在這裡 不想回去 他們是要為條特綱 他們還要繼續沈發那個 中國的那個文化去 為什麼要為條特綱 就是這個 這個原因 但是事實上 這些是他們的死官啊 台灣人本身的死官 應該是 我們本身自己的 來 我們來看美戰 他剛才說日暑公料 我們現在說美戰 美國佔領 我們在這裏 做軍領的應該 應該大概 那有比較多的 應該先看 知道 美戰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美戰呢 美國是因為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 第23條 他這邊有一個 主要佔領全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條 讓他有這個 主要佔領國的 這個 身份 因為戰爭 征服之後 就必須 如果是 多國的那種參與戰爭 必須要推 有一個 是主要佔領全國 那他 他有分配所有的 那些 資源的那個 權利 這就是主要佔領 這是在第23條 那 美戰的單位 那我看這個 恰白那叫 USMG有沒有 有看過 有齁 USMG 我們在說美戰單位 有人說 外面的人說 我們詐騙集團 就是在說這點 說 美國軍事政府 沒去阿 是沒去還是沒看過 是沒看過嗎 不是沒去嗎 是沒去還是不知道 是不知道 來 我們看美戰的證據 他就是 我們和平條約的事必 網路有說 你們改稅 不能亂買改稅 有些民主 媒體在批評 台湾民政府 你們都亂買改稅 條約亂買改稅 我們現在在開設是經過國際法的條約 有多種的條約的比對 不是我們自己亂講的 這種條約的比對 這個條約就是我們合併條約是經過美國國會通過的 它效力等同他們的憲法 它效力等同憲法 是美國要遵守的 美國可以自己去遵守這個東西 在4B加度下 美國軍事政府對日本和日本國民的財產有處分的有效性 所以加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USMG的由來 在戰爭的時候這個軍事政府才會成立 非戰期間它就退營 它就是國防部啊 你出去 國家派軍隊出去 在那個地點它就軍事政府的型態就成立了 這是我們不知道這種東西 有人說我們黑白改稅 一片文字翻熱了兩三千元 配平了 但是它不會跟你說怎麼改稅 你說的費用嘛 不然你也改稅理解 讓人來聽 你說的 你說對不對 今天因為我們在改稅條約的時候 它是有條約內的邏輯的一致性 不是我們黑白去改黑白鑽的 那如果是黑白鑽的 我請問大家 我們是怎麼可以告美國啊 我們拚什麼 我們憑藉什麼事情去告美國 我們要告美國 也要我們有一個合理的身份才能告美國啊對不對 不然 美國司法院是閒閒沒事等人家來告他嗎 不可能啊 每一次告美國 都要花好幾千萬的 怎麼可能 我們怎麼可能去告美國啊 光這一點 就不足以 說服我說 欸這個是假的啦 叫一下 多好認識一個英文單字 incorporated territory 那這邊叫一下 unicorporated territory 就是 這個就是非合併領土啦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這批報告就有在討論台灣 討論台灣 那是美國的為合併領土啦 美國的憲法有分 合併領土 跟 衛合併領土 衛合併領土 衛合併領土就是有所謂的海外衛合併領土 他就在討論台灣跟是啦 台灣其實不是 美國的衛合併領土 台灣如果是美國的衛合併領土的位 我們就像關島 我們就像這個 這個 這個波多尼克這樣 美國在這裡可以發護照給我們 啊 我們就拿美國護照死去走 我們就不用在這裡這麼艱苦 在這裡用民政府 要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是 美國軍事政府的佔領地啦 一直到現在 佔領地啦 啊 李政緒老前世也有說啊 但是這個新聞都一兩天而已 就沒人 更差 啊 啊 我們民政就是這樣啦 重要的 和你身世有關係 他就不想補給你知道 他不想讓你知道 你的身世是什麼啦 啊 啊如果沒有關係齁 別人他們家在結婚的啦 民政他們家 他們家 離婚的啦 自殺的 你看24點前一直在那跳 一直在那跳 那現在新聞都做一些不應用的啦 美國第七艦隊保護之下 台灣是絕對安全的 我請問大家 美國 第七艦隊為什麼要保護台灣 為什麼 他為什麼不保護北京啊 還是去保護越南 他也要保護台灣 我們如果跟美國沒有關係 那不是因為軍事 現在你們的關係 他才保護台灣 就不需要保護台灣啊 對不對 中國已經知道美戰了齁 中國人 中國政府 中國的官員 中國人民 都知道美國軍事占領台灣 你看看這裡 1958年的9月4號 有一個聲明 我訪大給大家看 台灣的澎湖地區現在能在 被美國武力侵佔 後面這他的會位啦 他說 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性 這個完全是廢話 但是我們被美國武力侵佔 武力就是軍事武力啦 這是真實的嘛 為什麼說後面是廢話呢 中華民國他繼承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 中華民國的 所有的 土地 領土 範圍資源嘛 對不對 那中華民國 繼承了 大清帝國的 領土 範圍 資源嘛 對嘛 那他繼承大清的那些東西之後 那個時候大清有台灣嗎 沒有吧 大清帝國並沒有台灣的領土啊 所以中華民國繼承的時候也沒有這一塊啊 所以他的憲法裡面也沒有把台灣列入他的領土啊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之後 他原本沒有的東西他繼承之後會產生出來喔 不可能嘛 我繼續說就繼承喔 我就在想說 那大清簽的條約 我們說負債好了啦 負債你要不要繼承 也要啊 你既然要完全繼承 你就要繼承大清的負債嘛 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的負債 現在他已經條約把台澎都已經割給日本了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去繼承中華民國 你負債要不要 要不要繼承 也要繼承啊 那有說你繼承人家好的啊 負債都不算然後還要要回來 所以這邏輯不通嘛 當然他們都要說這個啦 但是你就不要聽過說 蒙古 什麼 蒙古吉利亞是一個國家嘛 蒙古吉利亞 現在仍然被那個俄羅斯侵占 這是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性 我就不要聽他說這樣 整個蒙古那一塊 他們已經獨立了 我就不要聽他說 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性 我有一個朋友喔 他去英國留學了 去英國留學了 那他就有同學是中國人 他老實在說話嘛 他就跟他說 你們台灣 將來我們會拿下來 是我們的一部分的領土 喔 我們朋友就聽到蓋氣策了 他說 那可不可以請你們先把蒙古拿回來啊 你不知道他怎麼把他引 他說 等我們國力夠的話 我們是會拿回來的 他才有問題嘛 他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 你如果要拿回來 你就要發生戰爭啦 對不對 美戰的現象 你看 軍機可以落在台灣 軍機可以落在北京嗎 還落在上海 可以嗎 美國軍機直接 喔 我們故障了 趕快下去北京 不可能嗎 有沒有 戰鬥機這種東西 沒有 這不是 這是另外一個海龍直升機 喔 這 我現在開始要跟你們解讀新聞 喔 解讀新聞 你看這個新聞有問題嗎 哪裡有問題 來 你注意看 通常我們看到這個新聞都會茶餘飯 就是說 我們 跟好朋友吃飯的時候說一下 就說 很嚇人 很嚇人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這樣 這個新聞就放他過了 這種新聞如果你生根究底的話 它會出現很多有趣的現象 然後會把你喚醒 第一個 來 美軍機底台 救病患 美籍婦人早產 緊急赴日就醫 這邊應該要逗點還是分號 我不是曉得啦 那這個病患等於美籍婦人嗎 來 美軍機底台救病患 救了一個美國籍的 美國人救美國人很正常吧 但是他救了一個美國籍的婦人早產 緊急赴日就醫 台灣的婦三科是都關起來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新聞是很奇怪的嗎 病人機為了這百貨日本有什麼兩點鐘的對不對 兩點半鐘嘛 你早產 還要坐病人機坐兩點半鐘去日本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是很奇怪的新聞 但是這個新聞你可以看到一個 一個真實面 第一個 軍機下來台灣 這件事情是真實的 這件但是真的喔 第二 你注意看新聞媒體都會做這個動作 這個軍機只要出現的地方都會出現這個旗幟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旗 有沒有 這個現象 所以以後你如果看軍機有的來 你如果看他去憲法座 台下都會看到一支 你跟你說什麼 啊 美國老闆回來了 你這裡的這個 觀眾經理齁 就是這支 我們現在還要想這裡 這個 在你當局在管 在你當局在管 很奇怪的問題 美國什麼事情發生 都是AIT發言 有嗎 對不對 都是AIT發言 它也不是大使館 它是民間組織 但是發美簽的也是他們 這是前 F-18的台南機場 有嗎 有什麼 一樣的現象有沒有 有戰鬥機 有這面機 你如果去看 都會看到這種東西 這台跟我們台灣人說 這台是美軍的簽名地 這台 現在臨時是 委託這個流氓健康代理簽名 冠欄 我們現在第二政策法 就是說 我們不喜歡這個流氓健康來管 我們 自己管自己 都說 你贊名我 我是比贊名的人民 結果我們受吞打受北勝 你這個贊名軍 你不照你 應該修的國制法 所以我們各 中華民國 各美國 是在各這點 因為你會來台灣 是因為 我們在這台前前前前前前前 你來贊名 叫國制法贊名 你都不照你 應該贊名的這個義務 要做你的 要做的事情 是這樣 做的 做的 所以我們外面有辦法靠美國 用人款的角度靠美國 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影片9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 台灣 受到美軍站而已 差不多九歲的人 都不知道這件事 有嗎 影片9 有 在那個資料夾裡面 內部 這還牽涉到美軍 在2006年的時候 其實美軍 他們內部也是這個後勤管理體系 也是有一些問題 結果他們錯把 四枚 這個叫做義勇斌 洲際彈道飛彈的 彈頭 其實義勇斌 是可以裝核彈頭的 彈頭的 他叫錐體 就是飛彈的最前面那個彈 不知道為什麼送到台灣來 但是我們那時候本來 我們那時候本來 是跟他們採購 是直升機的裝備 好 那也不打緊 你送錯了 就送來 送來之後放在台南的這個 這個行情處 一個基地裡頭 庫房擺進去 擺了多久 有一年多沒有人發現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發現送錯了 沒有人發現送錯 我們有彈頭 對對對 我們有核彈頭的追體 我們也曾報過 放了一年多 一直到這個2008年的3月 美軍自己內部清查他們的庫房 少了 少了 結果 結果他也不是說通知我們 我們國軍 我們國軍的那個 這個庫房的管理 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我 反正這什麼東西 他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彈頭之類 也沒有上報國防部 所以就擺在那邊 擺了一年多 結果美軍在2008年的3月 台灣總統大選後 的某一天 三更半夜 派了一架軍機 降到這個台中清泉鋼機場 半夜喔 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事情最扯的地方還在哪裡 美軍的軍包機降落在台灣的機場 國防部是不是應該知道 當然應該知道 也沒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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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基地的這個聯隊長也沒有通報 那雷達什麼都沒有通報 你聽我講完 你聽我講完 所以這個喔 有去蹊蹺的地方就是在這裡喔 結果這個事情 就是後來AIT的官員 在透過軍中的所謂聯合系統 情報系統 因為跟他們很熟 就跟他們說 欸你們庫房裡面有四個東西 是運錯的 那可不可以讓我們載回去 就派了這個上面是掛這個外置 這個外置的這個這個車子 就秘密開到台南的基地裡頭 然後就把這四枚彈頭 偷偷運到台中的清泉鋼基地 然後就飛機就飛走了 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的這個代表才跟 當時的部長就是 前一位文人部長叫蔡明憲 才口頭跟他報告說 欸我們昨天晚上把這四枚彈頭 載走了 但是現在已經在太平洋了 他才發現居然有這樣的事情 好可以關閉 這個新聞 這樣剛才我說的東西 有拿起來嗎 有沒有 第一 美軍的軍機 要入台灣的基地 是怎麼沒有通報 是怎麼可以直接把他錄下來 其實我們用理想來看 美國軍機要進來我們的基地 一定基地的人一定知道 要不然剛好一隻要飛鎖燒龍 一定知道 但是有通報沒有通報 在這個新聞其實你看不出來 但是他說沒有 但是如果要說有 那記者再問國防部 國防部沒有人 他又來做什麼 這是不是新聞會越來越大 但是這個新聞都是台面下的 再來 他剛才說清潛工嘛 台南基東嘛 台南基東也證明美軍是控制 受美軍控制 不然你們問F18是怎麼下來 這新聞也還說到 AIT在回應這件事情啊 所以AIT都知道這些事情了 所以美國對台灣的掌握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換一個感情社的說法 我是老闆我要回來 我所經營的這個台灣 我敢把你這個 總經理交代 跟你說通知 敢來 我想回來就回來 有通知是雷毛 沒有通知也沒關係啊 對不對 沒有通知也沒關係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 我們來看 這個台灣是軍事 台南也是軍事基點喔 清潔工是軍事基點喔 這兩個軍事基點是美軍完全控制喔 所以 台灣 一直以來 都是受到美軍的保護 不是 中華民國的保護啦 中華民國跟我們說 啊 就是他們來啊 所以法度把 那個共產黨 抵抗主 欸你是招樓 你是怕輸人招 你要讓他們抵抗啊 是 我們想到尊領 受到美軍保護 損耍保護 他們這些人 結果我們做兵喔 我們被抵抗的人民喔 我們被佔領的人民 被派去 當他們的炮灰 在前線跟他們自己的人打啊 什麼823啊 古年頭什麼火 那就是 派我們這些 受到抵抗 我們已經戰敗了 結果 我們去給他當炮灰 那不是很奇怪嗎 這違反戰爭法 就是違反在這裡啦 我們不用做兵 我們受到抵抗 我們已經在一起戰敗了 結果我們讓人 讓軍人人 走路的人 通敵之後 又把我們加在他們的戰爭 所以今天他們要通議 要做什麼火 那是他們家的事情 我請問大家 福茂 這樣可以簽嗎 你反對福茂簽的 給他抵抗我看看 我放下來 啊 那個 那些 那些 可以簽嗎 可以簽嗎 不可以簽嗎 你覺得 不可以簽嗎 給他簽嗎 好 啊你請問大家 你覺得不可以簽是什麼原因 蛤 蛤 他叫的是他們要簽不行嗎 可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啊 其實我們反對那些東西 有時候都反對錯了 反對不到那個 那公爺的基礎 啊 大家有看過福茂貨帽的那些條文了嗎 沒有啊 可是我們反對 我們反對一個我們不了解的東西 會不會是這樣子 那個曹春你幫我開那個 AQFA的PDF 跟那個福茂的 福茂的那個PDF 這個是 那個官方網站就可以下載的 我們來檢驗這個文章 有嗎 這叫夾裡面 好 我們看最上面 兩岸福茂協議 有一個那個AQFA的嗎 有嗎 好 你先看AQFA 條約的型態 福茂協議 協議就是 agreedment 來我們看這個 AQFA就是 那個 E就是經濟 那 C就是 corporated corporated 就是合作 然後那個F 就是架構 frame 然後A E C FA 就AQFA A就是agreedment 它是一個英文的縮寫啦 就是AQFA 那你在上面這個fine的這邊 這文件其實網站下來的喔 我沒有經過修改喔 那是PDF在fine的這邊 打入這個台灣 好 搜尋 整個文件沒有台灣兩個字呢 沒有台灣兩個字喔 這份文件是誰簽的 大家知道嗎 我們知道嗎 這什麼人跟什麼人簽的 其實不是啦 其實我們都搞錯對象了啦 來 我們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 最後一頁 是兩個協會簽的耶 我剛才沒說 條約的型態嘛 兩兆 的誰簽的 這最重要 我們都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政府簽的 其實根本就不是政府簽的啦 是這個協會去簽的啦 兩個協會去簽的啊 不是中華民國政府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的啊 是兩個協會去簽的啊 因為他們不承認 不承認對方啊 全世界只承認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那協議簽的時候 簽完的時候 要如果是國跟國的地位 要經過立法院三獨通過喔 要通過喔 可是那時候在進立法院 其實王金平就說 這個不用再三獨通過啦 為什麼 因為不到那個層級 他也不是國家對國家 也不是政府對政府喔 是協會對協會喔 這個 這一個關閉 後面這個一樣 我們也可以 福茂協議啊 ECFA是一個基礎的一個架構 然後上面有福茂貨 還有其他的 我們看ECFA 你輸入台灣 就是這樣 沒有台灣兩個字呢 我們再看最後一頁 我們就看到是誰簽的啦 一個陳先生 一個林先生 這樣你就知道了吧 那他們家要去簽和平協議 要去簽福茂協議 跟我們台灣人批示 我們在反對什麼東西 我們去理解我們不是 中華民國人啦 我們真正的身份 不是中華民國人啦 今天你簽 你今天簽簽的新聞講 只是要把你 對中華民國這個體制切割出來 切割出來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人 今天他們要去簽 要去統一 就你領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這一群人 在法律上 視為中國人 你們要簽 你們盡量去簽 可是當我們 認同這個體制的時候 我們會被圈著走啊 我們林農這個 中華民國的體制 我們就讓他們 白在走一直拖在走 我們就不要統一 但是他們就一直要統一 他們要統一是 因為他們本來就從那裡來 那是正常的 但是 我們在白你走 我們對這個書頌要討出來 我們根本就 不是這個體制 我們就是 脫離這個體制 不要照他這個體制的 規則遊戲去玩 所以不要去參加 選舉的用意是在這裡 因為外國全世界 民主的國家都說 李紀念要接受 中華民國流氓政權的 這個選舉制度 民主制度 但是你再用 空間的方法 去反對 這樣就是沒有民主啦 你就是要照他這個體制 裡面的 這個遊戲規則 去改變 但是你 遊戲規則沒有改變的時候 你用空間的 這是不正確的 但是你會說 獨裁啊 什麼的 那今年他獨裁 我們就不要說 中華民國 這70年來 有給我們什麼民主的社會 其實根本就不是 實質上 他就是 軍事政府的一種 減量狀態 所以你如果看他 都牛舌龍嘛 對不對 啊 軍事政府就是這樣啊 牛舌龍 那就是軍事政府啊 我們現在 其實就是處在一個 看起來好像 民主的 虛幻社會狀態啊 這是我們不了解啊 不了解 這背後的成因啊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無論三萬人 五萬人 十萬人 三十萬人 八萬人 堪手 對這個 所謂的當局 完全無法撼動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啊你覺得很奇怪的是 就算 我們本土台灣人 進入體制 做到最關於 阿扁啊 他仍然不能做什麼啊 因為 他還被控制住啊 他仍然是被控制住 被這個體制牽制住啊 所以我們不能再從這個體制來啊 我們就要出來 要走這個國際的路線 當然 我也很動情 甚至很勤配一些 在前線的空間的這些 過去我也是台獨屬性啊 我也是去走街頭的啊 但是我後來 知道這個法理後 我看到 我們根本就是在鬼打牆啊 我們都在這個體制裡面 我們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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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不知道 現在 我知道 我就不去做那個動作了 但是我很多朋友都在找我去控制 叫我去 走街頭 頂頂 但是 我就覺得 沒有意義了 我們過去齁 七十年又又 思想錯亂了 七十年是這樣算的啊 1945到2015 投降 日本 投降 中國嗎 對不對 是日本投降 盟軍啊 這都盟軍啊 即使這個時候 以中國軍團做代表啦 但是他們解讀就 啊你看 投降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中華民國 抗戰勝利 變成他這樣改歲 你如果從這裡切掉 我們就都看不到 頭前這些東西 刻意消滅的歷史記憶 我們看 台灣省政府 他說齁 現在台灣省政府齁 查本省的 張用台稱多是日據時代示照 稱蓋上可有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字樣 本省現在正積極消滅日據時期的遺跡 積極消滅喔 這是我剛才大家講的 中華民國五千年歷史的這個史關齁 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承認的 但是他硬要灌在我們 台灣人的腦袋裡面 就要你接受啦 這套還是真的 因為這套我可以幫你控制 你要看 民國前13年 這是什麼東西 民國前13年是什麼 是台稱 他連台稱你就不成人了 他說民國前13年 啊這真的笑破人家 因為整個世界是以西元或者紀元 在計算年代 年代 所以耶穌出生那一年當西元元年 以前叫西元前 之後就是西元 他還要把這個民國演來 正在紀元年 所以變成前13年 這也有 12年 12年你在台灣嗎 啊西元 民國前13年你在哪裡啊 還在庭廳在爬啊 根本沒有民國這件事情啊 這也是 17年 我們看喔 大正一年就是民國一年了 1912年就是民國一年 所以你這樣推算 大正有15年 他到了1926的12月25號 這最後一天 接下去 1926年的12月26號 昭和有了64年 那再來平成到今天 那 大家就要去想啊 平成起立 怎麼有說平成前 沒有耶 我們平成起立就是 昭和 昭和起立就是大正啊 大正起立就是明帝啊 沒有在大正前啊 沒有那個年代記號啊 那你中華民國就很特別 他就叫做民國前 如果用這個觀點來詮釋的話 你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啦 民國前250年 叫做大清 對不對 他應該要說清幾年嘛 清光绪 清乾隆 清什麼幾年 但是他沒生人啊 他就說民國前 那這樣推算喔 皇帝都要賀喜 民國前4600年了 啊這是很奇怪的 會死官啊 這種觀念是很奇怪的啊 民國前 舊石七時代 民國前兩百萬年 所以 這種死官是很有問題的 林低策聯 來 我們看一下影片一 總統 你今晚比我更新嗎 你今晚比公式嗎 你今晚比公式嗎 我今天啊 你更新啊 你不知道要什麼 你怎麼跟你們說話? 日本啊 日本跟你們說話 你怎麼知道? 日本我們都在美鳳公河 你怎麼說話? 我跟你們說話 我跟你們說話 你怎麼跟你們說話? 你說你知道嗎? 我跟你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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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在台南 我跟你們說話 我跟你們說話 所以你的印象就是 日本人跟你們說話話 對 這是我們美鳳公的 對 那是日本人 那是日本人 對 那是中國來的 中國來嗎? 中國要來的 以前後來就中國不來 對啊 我跟你們說話 那時候 日本要回家 我還知道 那時候四位 日本兵 日本兵要回家 民國33年 好 民國33年嗎? 民國33年就是1944 啊 1945跟前排 前排全局都跑了嗎? 不是 1945年8月15號投降啊 啊 之後才有軍人撤退啊 啊 他說民國33年 1944年 所以1945的前一年嘛 日本就跑光了 剩下台灣人在 這塊土地上嗎? 他說 他說 他說日本人要走的時候 他四歲 啊 現在經過七十年了 他今年七十四歲對不對? 這就是沒有撤過 日本找的 那個時候的人 我們 還要加 兩歲 三歲 七十七歲 七十七歲 以下的 我們 大部分的認知 都是像他這樣 錯亂的 錯亂的喔 這阿伯說怎麼不對 沒有 不是在哪裡 日本空室還是日本空室的 美軍空室的喔 是美軍跟我們警察大 喔 我們阿嬤今年八十八歲 她討日本公學學學學學學學 那時候 女孩子可以討學學學學學很不簡單喔 我 那個 肉髒節 我早上去幫她問 我幫她採訪 我說 那個時候你們美空室 阿嬤 我請問你 什麼人幫我們牽著大 他說 美國啦 他說就是 吃美吃大 和美國 我說啊 不是日本嗎 他就幫我媒體說 阿嬤你在日本那樣 你在 日本要幫我們牽著大 所以你本來幫我們牽著大 那就是 過年一半跑 拿到那邊牽著大 那樣的 哪有可憐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 這是這 這可要把大家 貫在那裡 牽著的 角色就從這裡開始啦 覺醒從這邊開始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 今天他在台面上 一直想要把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的目的在於 要把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在台灣合法化啦 他們的目的只有這樣子而已啦 不然當我們中華民國等於台灣的時候 中華民國想要跟中國統一的時候 台灣就連帶著會被 帶過去啦 是這樣子啦 所以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這個概念一定要建立好 所以蔡英文說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這個是錯誤的 極端錯誤的論述 因為他們的認知裡面已經把中華民國 接納成為在地的合法政權 可是在國際法上它是錯誤的啦 流亡政權不能就地合法 如果可以就地合法的話 要不然我們派這製作者 二三十個 你是這個 我們這邊的流亡政權 我們派你去紐約 你在那紐約就地合法 變成紐約共和國可以嗎 中國就派 一百人過去 東京 一百人過去倫敦 一百人過去紐約 一百人過去紐約 一百人過去華盛頓 就地合法 這樣可以嗎 這條路 這條路怎麼會通 它要就亂了 這樣 現在達賴也不用流亡 它就在印度那裏 給它就地合法 變成 那個什麼 達賴國 還是變成土博 什麼國家 流亡政權不能就地合法 來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我們這先不用看 這就是台灣人今天最大的問題 把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那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就會產生這種現象 我們都用中國頭殼 中國腦 我們都說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我有朋友 是所謂的什麼二代三代的 但是他媽媽是本土台灣人 他很奇怪 我發覺他講話的時候 他只要講到中文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是我們中國人 他如果變成台語 他就說我們是台灣人 他就這樣說話 但是這個他沒有發覺 到底他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中華人 中華人的現象就是 這次旗子是假情 今天這次旗子是 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 流亡海軍旗你知道嗎 你如果Google 你怕全球旗幟 全世界全球 然後旗子 其實四個字 你會找到一個網站 上面有全世界國家的一些 軍隊啦 國家的那個 國旗啊 旗子 你就可以找到 這個是 中華民國的海軍軍旗 啊 把我們拿這個動作國旗啊 他把我們裡面的人聲音說 這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啊 我們已經像聲音那樣 我們都四個去跟他們說 這是台灣 這就是台灣跟中華民國聯造會 很大的問題在這裡 甚至 外國人來這裡 也拿這邊流亡 流亡政府的海軍旗 啊 這就是愛台灣 我們進入一個很荒謬的這個 七十年的期間 這個 這七十年期間 就是我們做一些很荒謬的事 要搶他三 這個動作三口 搶他愛國 我搶他這樣很漂亮 我看是搶那麼多的漂亮啦 不是搶這樣很漂亮啦 連這個也是 還有一個 那個國際的什麼比賽場合 把這個拿出來 喔 台下的台灣人就急急急 啊 愛台灣 愛台灣 你不是已經撤亂到很嚴重啊 因為那是我們的鑑證的出發口啦 我們找不到嘛 我們是投入這個體制 我們本身 我們出息在你的土地 本來愛台灣是很正常的 這是正常人 應該要有的 但是 因為我們受到這個 體制的毒化教育 奴化之後 我們把這個東西 當作是我們自己的 這也是啦 啊 中途的原因就是這個 教育跟媒體 他現在在對教育流手 所以微調特工 微調特工就是這樣 中途的原因跟媒體 我們來看喔 你也受到民調 這個也是一個 中途的一種 一種民調啊 民調 第一題先問你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對不對 你支不支持 你沒有第三條選擇呢 你只有支持跟不支持 啊 所以喔 你看 支持 台灣跟中華民國相等的 有65.8% 表示有65.8%的人 是中毒狀態啦 是把這兩個概念連結在一起的啦 那第二題 加深了這個毒性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有無改變國號建立新國家的必要性 沒必要 你沒必要 中華民國想要跟中國統一可不可以 可以吧 啊 可以你就被綁進去了不是嗎 我們就被綁進這個體制啊 啊 他們要統一 他們 中國人想跟中國人統一 要回娘家團圓 很正常嘛 啊 結果 我們這段本土台灣人 破了他們的大腿說 啊 不可以回去喔 不可以回去喔 我沒想到你們回去喔 就是這樣啊 我們在這個體制裡面 我們就想 我們就想不 我們就跳不出來 我們跳不出來 我們看三之一的影片 在 этой這樣 吃下去 買下一個滑水 看四個滑水 か千萬紀 來拍下一個滑水 一把滑水 好 人們 吃下去 厲害 動物 因為 點名 畢竈 連不死 有 這個 好 這個 這個可以關掉了 好 這什麼現象 不知道 什麼現象 水的折射現象 水的折射現象 為什麼要有人看這個 就是說 一開始這杯杯子還沒來之前 箭頭是往哪一邊 左邊 這個就是我們 76歲以上的阿公阿嬤那一輩的 他們看到整個歷史的真實面 那倒一半是不是變怪了 那就是剛才那個阿伯 76歲以下的 然後稍微有記憶的 他們保留有部分的正確資訊的觀念的人 但是有一部分被扭曲掉了 那後來 全部倒下去 整個事情 整個方向相反的 就是我們 我們在看事情 都是完全相反的 我們看 我們說孫子杯 看法完全跟阿公杯 都完全倒邊 這就是媒體 那杯水 那杯水就是媒體 它讓我們整個完全倒邊 我再讓大家看一個影片 那個 喔對 Color Changed 這個 嗨,我是Richard 這是Sara 我們要製造這個 超級色的 Color Changing Card trick 這裏白色的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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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現在 Sarah 可以選擇 任何卡牌 從這裏的卡牌 但她選擇 那裏白色的卡牌 現在正面上 在桌上 我現在請她 是告訴我們 哪裏白色的卡牌 是 所以我選擇 是 這裏的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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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裏的卡牌 現在裏返回到 裏的卡牌 現在我會拐出 卡牌 上去 用一隻手的卡牌 用一隻手的卡牌 你會看到 Sara的卡牌 現在有 一個青色的卡牌 不太驚訝 更加驚訝 就是 所有的卡牌 都得到 紅色的卡牌 那裏 就是 這裏的色調整 卡牌 好 暫停一下 大家有快點 什麼東西的顏色 被改變了 有嗎 搞我 什麼東西 撲克牌的顏色被改變了 對不對 有看到撲克牌顏色被改變了 請舉手 好 放下 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的顏色被改變了 有嗎 桌巾還有沒有 不緊 有嗎 還有嗎 沒有齁 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說不只是四個顏色被 排的顏色被改變 有四個地方的顏色被改變 他圈起來的地方都被改變顏色 一開始是這樣 有沒有 他說齁 你看這影片的時候 你沒辦法用 比較看的角度 側拍 讓你看 我們剛才看的是這隻小孩頭對不對 他叫一隻攝影機嘛 我們現在從旁邊看下去 你就可以看著鑽邊 的現象 你 你看這鑽頭 借家的時候 他會比較浪漫 現在他鑽頭換來借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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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影片關掉 請 今天要跟大家說什麼 今天我們所有的媒體 讓我們看的東西 都是他修正過的 是媒體要你看 他要你看的東西 不是真的客觀 事件的全貌 所以我們的媒體封鎖得非常嚴重 他不會讓你看 你應該該看的 不會有所謂的客觀報導 都是媒體主觀 他們的主編 他們的主播 主導的意識型態的東西 要大家去看的 要大家去看的 以方便 控制 漁民 的這個政策 所以 希望 今天這隻客 可以幫助大家 用不同的角度 去看台灣的媒體 用不同的角度 來看我們台灣的處境 是怎樣的 甚至 趕緊 把大家 親郎好朋友 把它換取起來 不要再在體制裡面打噴 今天去演講到這裡 或者是